夏若雪如释重负,继续问道 今天集团临时开会,孙姨没有来,你知道她去哪里了吗? 不知道 说完,叶晨就转身离开,她不喜欢别人一直追着问她问题,她也没有回答的必要 夏若雪见叶晨如此不耐烦,心中有些受挫,连忙喊道 叶晨你给我站住 叶晨没有停下脚步,夏若雪拳头捏得紧紧的,更是气得直跺脚 前几天你不是还一定要见我,为什么我出现在你面前,你如此不耐烦 难道我夏若雪就入不了你叶晨的法眼? 夏若雪再也忍不住了,直接喊道 叶晨,你一个大男人为什么要和孙姨住在一起,你知不知道这对孙姨的名声是有影响的 还有,别以为你偶尔得到了一张药方,你就能一辈子衣食无忧了 我告诉你,叶晨,你如果再这样下去,只会坐吃山空,最终毁在你自己的手里 叶晨脚步还是停下了,他转过身,来到夏若雪的面前 夏若雪看着面前的男人,彻底不敢说话了 夏若雪,你觉得你很了解我,还是说你作为江南省夏家的千金,就有着高高在上指责别人的权利? 没有 夏若雪的声音很轻,他有些害怕,叶晨嘴角露出了一抹冷笑 既然你不了解我,那你有什么资格批评我 我不管你是华美集团的董事长也好,亦或者江南省大家族的千金也罢 哪怕你来自京城顶级家族,在我叶晨面前,请收回你的高傲 我做的任何事都与你无关 夏若雪退后了一步,他完全被叶晨的气势吓到了 他的眼眶更是泛红,一股委屈之意袭来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 叶晨没有留给夏若雪解释的机会,直接潇洒离开 在他眼里纵然夏若雪身份高贵又如何 十年之后,他或许只能仰望他叶晨的身影 等叶晨离开后,夏若雪再也忍不住,直接哭了起来 从小到大,他作为高高在上的夏家公主 有谁敢这么对他说话,有谁敢如此指责他 但是哭过之后,夏若雪又清醒了起来 就好像被叶晨突然骂醒一般 几年前,他离开夏家在江城创立华美集团 不就是想摆脱夏家的影子吗 这么多年过去了,他本以为他成功了 但是到头来,原来自己最大的依仗还是夏家 从没有变过 他看向叶晨的方向,眸子泪光闪闪,难难道 叶晨,你究竟是什么样的人 叶晨回到了大都公寓,发现孙姨还是没有回来 关键孙姨的手机根本打不通 从夏若雪的话语中可以判断,孙姨连请假都没有请 这丫头到底家里发生了什么重要的事呢 还是说,中途出事了 叶晨未免开始担心了起来 孙姨毕竟是一个女人,而且是一个无比漂亮的女人 孙姨对叶晨来说很重要 为了当年的那份恩情,他也绝对不能让他出事 不再犹豫,叶晨拿起了电话 拨通了记忆中的一串数字 乾隆大厦 他屹立在市中心,又仿佛在城市的喧嚣之外 没有人知道他的来历,也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存在 有些人通过各种复杂的关系,只能了解到一点 乾隆大厦的顶层住着一个男人 叶灵天 此刻,乾隆大厦顶层,叶灵天闭着眼眸靠在椅子之上 他一只手搭在椅子的一侧,另一只手则把玩着一个特殊的圆盘 圆盘的图案很是古怪,居然是一条嗜血的黑龙 黑龙仿佛在云雾之上缭绕,遮天蔽日,更是居高临下地看着身下的凡人 突然,桌上的手机响了起来 几乎瞬间,他那双虎目睁开,微微泛光,带着令人心悸的寒意 这个号码,全世界只有六个人知道,叶灵天伸出手,微微一抓 那手机就好像被什么东西牵引,直接吸了过来 他视线一扫,居然是一个陌生号码 难道打错了? 他刚想挂断,又突然想到了一种可能 会不会是那位打来的? 不再犹豫,他直接按下了接听键 是谁? 电话那头没有一丝声音,寂静得有些可怕 叶灵天摇摇头,看来真的是打错了 刚准备挂断电话,一道慵懒的声音响起 是我? 听到这声音,叶灵天整个人站了起来 身上更是卷起了一阵狂暴的气息 他的身躯颤抖,呼吸都有些急促了 他守着这个电话整整三年 从没有响起 就是希望那个男人能有朝一日 想起这个号码,打给他 但是他一次次的期待都让他失望 他甚至觉得这个叶灵天的称呼 也不值一提 电灼 他的声音无比的颤抖 甚至带着一丝哭腔 如果那些强者看到叶灵天这样 绝对会惊掉下巴 因为叶灵天的眼里怎么可能有这番柔情 再说一遍 不要叫我店主 也不要妄图查这个号码 帮我查一个人 他叫孙怡 老家在江城大阪镇 县华美集团担任市场总监 十个小时前失去联系 我想知道他现在在哪里 有无危险 家里是否发生了什么事 五分钟内我会再打给你 到时候必须给我这些信息 电话那头充斥着毋庸置疑的语气 语壁便干净利落地挂断了 叶灵天颤抖身躯 立马收拾好情绪 一边登陆了一个网站 一边用另一个手机拨通了一个电话 啥 三分钟内我要一个人的所有信息 他叫孙怡 女 画面回转 大都公寓 叶晨挂断了电话陷入了沉思 其实他一直不想拨通这个电话 他甚至不希望自己的发展 亦或者复仇和这群人扯上任何关系 但是现在看来回到华夏 就不得不面对这些家伙了 他看了一下时间 便坐在了沙发之上 从口袋摸出一包烟 微微一抖 一根烟便落在了手上 打火机点上 以似云雾缭绕开来 烦心的时候 烟是不错的解药 五分钟的时间转瞬即逝 叶晨将手中的烟头掐灭 屈指一弹 烟头划过一抹弧度 直接准确无误地落在了垃圾桶中 他在此拨通了那个电话 有消息了吗 电话那头的语气平静了些 点 我已经查到了孙怡的消息 他在中午11点35分 离开江城大都公寓 开着一辆大众180TSI甲壳虫 在12点25分的时候 驶入了第五人民医院 车子至今还停在医院停车场 根据江城那边的调查 孙怡的弟弟孙浩哲 在下午11点20分病况突发 需要立即手术 手术费用70万 我们调取了他的电话和医院的监控 发现期间他拨通了三个人的电话 第一个电话是一家抵押公司 孙怡小姐用五万超低的价格 卖了那辆甲壳虫车 第二和第三个电话是私人号码 第三个电话挂断的时候 孙怡小姐把手机扔到了 五楼512病房外的第二个垃圾桶 我这里还有一份详细的调查 需不需要发到您的邮箱 不需要 叶辰无奈地摇摇头挂断了电话 这丫头到了这个时候 为什么还不和自己说呢 难道她就没把自己当朋友 还是说认为现在的自己 根本无能为力 我明明和你说挣了近一个亿 你为什么就不相信呢 身边明明住着一个神医 为什么还要依仗那些庸医呢 七十万叶辰很清楚 孙怡的手上只有三十万 就算把车卖了也凑不齐剩下的四十万 至于那两个私人电话 恐怕就是去借钱吧 结果她失败了 现在的孙怡应该是最无助的时候吧 五年前的这个时候 是我最无助的时候 五年后的今天 是你最无助的时候 也该由我把你拉出这深渊了 唉 真是个傻女人 叶辰随手拿上一件夹克 就披在了身上 关上了门 直接没入黑夜之中 江城第五人民医院 孙怡在外面透过窗户 看着重症监护室的弟弟 心情异常的复杂 中午的时候 接到了父亲的电话 说弟弟病情恶化了 他的心就咯噔一下 本来以为 只是和往常一样 有些数据异常而已 却没想到 赶到医院 医生说必须马上手术 而手术费更是天价七十万 七十万对他来说 太遥远了 虽然他是花美集团的总监 但是工资去掉房贷 以及弟弟常年的医药费 真的没有多少了 那三十万的存款 还是自己的嫁妆钱 现在为了弟弟的病情 他愿意拿出这三十万 甚至卖了车 但是依然不够啊 他只能打电话 给他的二伯孙永福 孙永福这几年 在江城做木材加工 赚了不少钱 买了奔驰豪车 和一百五十平的房子 可以说在江城 混得风生水起 是他们孙家最有钱的存在 其实这个电话 他不想打的 因为二伯那一家子 看他的眼神 让他很不舒服 就好像高高在上一般 如果不是真的走投无路 他宁可问别人借 不多时 孙姨的父亲孙永贵 领着孙永福一家子 往这边走来 边走边点头哈腰道 你们能来 真的是我家浩哲的福气啊 哎 我也不知道 是上辈子欠了什么债 老天爷要这么对我 我现在唯一的希望 就是浩哲 能渡过难关呢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